康特 请大家去阿东的橱窗多多支持一下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又是露宿荒野的一天 康特的心情如同这阴沉的天空 沉重而压抑 昨天 他带着满腔的疑惑和怒火回到了自己的房子 他需要答案 需要真相 而他的母亲是他唯一的线索 然而 母亲依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 康特得不到任何信息 母亲对其隐瞒了关于老者的任何信息 康特只能继续出发 寻找阿祖法和女儿凯撒 他的心情复杂 既有对母亲的失望 也有对妻女的担忧 他知道 只有找到真相 才能解开所有的谜团 才能找回他深爱的家人 康特来到一个临时休息的帐篷 这里没有任何人 他坐落在一片荒凉的旷野之中 四周除了风声和偶尔传来的鸟鸣 康特的身体疲惫不堪 饥渴难耐 然后开始在帐篷内寻找任何可以冲击解渴的东西 经过简单的休息和调整 康特感到精神稍微恢复了一些 康特继续出发寻找 他看到前方有一名干农活的妇女 于是上前询问 妇女沉思了片刻 然后说 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们 但我会帮你留意的 如果你不介意 可以在这附近多问问其他人 也许有人见过他们 康特感激地向妇女道谢 他知道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 每一个线索都可能是希望的火种 他告别了妇女 继续她的旅程 正如那位妇女所建议的 康特继续在附近向其他人询问 希望能找到一些关于妻女阿祖法的线索 他的脚步坚定而急促 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 从一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头 每当他遇到一个村民 他都会停下脚步 耐心地询问 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 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妻子和女儿 康特的声音逐渐变得沙哑 但他的眼神依旧坚定 看到康特如此辛苦 阿东也是感到心酸 康特 你这样盲目地寻找 真的能找到阿祖法吗 或许你应该尝试其他方法 康特的心情越来越沉重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确 这片茫茫的山区 似乎隐藏着无尽的秘密 而他似乎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康特 你做事总是太冲动 太鲁莽 或许你应该去寻求执法人员的帮助 或者直接去找老者 他们才能真正帮到你 康特蹲在一块石头上 望着周围的荒野 他回想起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和无力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动 是否真的能找到阿祖法和凯撒 是否要改变 采取更合理的方法 康特再次遇到了一名 干浓活的妇女 她的身影在田间显得格外勤劳 一番询问后 依旧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妇女也看出了康特的疲惫 他明白寻找家人就很是艰难 于是邀请康特休息 并给予食物和水 康特的心中充满了感激 他知道 尽管他和阿祖法的命运充满了坎坷 但他们的善良和勇敢 也让他们在这艰难的旅途中 遇到了很多好心人 他不禁想到了阿祖法 他总是遇到不好的人 命运似乎总是对他们不公 阿祖法和我 我们真是一对苦命远扬 康特苦笑着说 但我相信 无论命运如何捉弄我们 我们都会找到彼此 告别妇女后 康特回到了宝珠母亲的帐篷 他担心帐篷里面 可汗他们也在 康特小心翼翼 康特放松了不少 正在整理帐篷 就在这时 宝珠的母亲也从远处赶了回来 他的脚步匆匆 脸上带着焦急和担忧 当他看到康特时 脸上的表情瞬间放松了下来 康特的声音低沉 阿姨 我还没有找到阿祖法和女儿凯撒 我甚至和母亲吵了一架 宝珠母亲坐在她的对面 眼神中同样充满了忧虑 康特 我也没有找到女儿宝珠 她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我四处打听 却一点消息也没有 我真的很怕 她被可汗那边的人抓走了 那些人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康特安慰宝珠母亲 没事的 我会继续帮你寻找宝珠 我也会找到我的妻子和女儿的 康特已经累垮 他需要好好休息了 希望康特能早点找到他们 然后一家团聚 你会想说 你会想说 我是不是 我的天啊 我会想说 这一家团聚 你会想说